歡迎收看玩具都是我的小孩好久沒有開箱囉 然後今天我要開的就是這個 8月份上市的這個Molly Mega百分百的第二代 他出了第二代了 然後本來是8月份是我的生日禮物 但是因為呢我訂的是這個 這個不是台灣發售 是其他海外版的 B版的就是他那個冰川取代可樂的部分 所以我就等了那麼久 終於收到了 今天可以來開箱囉 好那我們先歡迎我們的玩具嘉賓是誰呢 登登就是他們 就是Molly Mega的第一代 我記得那個時候就是貨源很少 我一人獻過兩盒 我剛開始是很幸運就買到大酒寶跟海綿寶寶 後來呢就陸陸續續全部一直一直收起 最後連第九女兒也帶回家了 好那我們就來看第一支誰囉 他的卡片是登登 經典可口可樂 其實這個不是剛剛那一中盒裡面 因為那一盒海外版是沒有可口可樂的嘛 所以我就先在我們台灣剛好是發售可口可樂版本 我就先拿了這一支卡片很可愛喔 然後你看這個後面是這樣子 然後呢這個盒子我就走這麼一盒了 就是這邊是出現可樂的圖案 不是冰川的圖案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可樂的本尊 登登 哇我收到他真的是超覺得超可愛的 我本來是比較喜歡冰川 後來收到可樂的實體之後 覺得他真的也蠻棒的耶 他就是亮面器 然後他這個頭盔是這種銀色的材質 然後有這個可愛的圓的耳朵 然後他這個胸前的logo是跟大家不一樣的 然後後面的火箭筒 氧氣筒 就是可口可樂的標誌 還有這個槍也是很特別喔 就是這邊是Molly 然後這邊就是可口可樂的圖案 這是超棒的 那我就來真正開那一中盒看看 第一盒是誰囉 我先拿了一盒喔 因為那個盒子太大了就不放進畫面 然後這個就是這個冰川版本的這一中盒 好比較一下 這個可樂版跟冰川版 那我就直接來打開看看的 第一支是誰囉 綠卡 第一支是 登登 第一支就是冰川 天啊太妙了 我來打開看看喔 對了我發現呢 這是裡面盒子有一些圖案 然後圖案也有點不一樣耶 你看像這個圖案有可口可樂 這就是可口可樂的版本 然後呢這個冰川的版本裡面的圖案 有一點 就是少了可口可樂 然後其他圖案有一點餵魚 就是這樣子 好趕快來看看冰川吧 耶 冰川來了 登登 哇 真是好漂亮喔 首先身體是透明的 然後這個面罩呢 手 欸手部有嗎 還有這個 這個氧氣管 還有這個鞋子 都是有這種藍白漸層 然後後面這個 這個裡面是沒有冰塊的喔 它是透明的 然後氧氣罩把它打開 藍色的深邃眼睛太美了 而且人家說一山不容二虎 有可樂就沒有冰川 有冰川就沒可樂 可是我現在等待是值得 讓他們兩個同時出現在這個畫面 太不可思議了 太可愛了 那我來看下一隻囉 下一隻是 登登 派大星 好 本尊在這裡 哇 這個派大星 怎麼一開始都是那種經典的CP 這也是我期待很久了 登登 我的第一代 第一代我最喜歡的就是海綿寶寶了 哇他的夥伴終於來陪他了 歡迎你來唷 哈哈 好 然後呢 這派大星他頭上有一點就是他頭上尖尖的嘛 然後他整身就是這種粉紅色跟綠色 跟那個卡通的還原度的配色都是一樣 然後 他這個都是有漸層的顏色耶 氧氣筒也是喔 好 整體是這樣子 登登 超萌超可愛 終於要把它打開囉 哇 眼睛是綠色的 我看海綿寶寶眼睛是 藍色的 哇 這組也是超可愛的 這一支是讓米歇爾巴斯奎特 藝術家的塗鴉聯盟系列 這一支是真的蠻特別 就是每個人說他的那個身上塗鴉都不 不一樣嘛 圖案像我這邊 我覺得我讓整體是黑色下面是有點黃黃的 我覺得這還不錯耶 然後整體都是黑色黃色跟銀色 你看這個氧氣筒跟這個旁邊都是銀色的 然後紅色的鞋子 然後你看他這個頭盔上也有他的那個塗鴉的圖案 好特別喔 然後後面也是 真的是蠻有特別的藝術感 然後我後來才發現他的那個眼睛是深藍色耶 我覺得也蠻不錯的 好 那我們看下一支囉 這一支是蠻受大家歡迎的星洞 這個星洞呢 就是粉色真的有點淡粉色的頭盔 然後全身就是白色粉紅色桃紅色的配色 然後後面的氧氣筒有這個紅色粉色跟白色的小毛球 超可愛的 好然後呢 這個他胸前有這個愛心 然後眼睛也是有這個愛心的瞳孔 然後你看這邊 注意看他不是AB他改成一個愛心 LOVE YOU 哇超有特別的 好然後這個1000% 他這邊還會有那個燈閃爍 我覺得那一支好特別喔 好這支是超可愛的星洞 這一支是封面款香蕉2017 雖然好像很多人都覺得抽到這支好像覺得沒有到很喜歡 可是我真的覺得他的配色就是很經典啊 單純的原色也是蠻美的 他就是黃色跟金色還有黑色組合的 不覺得看起來很貴氣嗎 而且他有這個圓圓的耳朵超可愛的啊 不過當然是人家說如果有再多畫個香蕉的圖案 這樣應該就是更完美囉 好看下一支囉 下一支也是藝術家的聯名美玲的禮物 好然後他這次設計的是黑白的 然後這頭也是有點黑黑的可以打開 然後他上面就只有很多這個貓熊的圖案 好整個都是黑白配色後面也是有球球 而且我發現我這群好特別喔 他都是白色黑色白色然後交錯 然後排列也太整齊了吧 好這邊有這個美玲的LOGO 好看下一支囉 下一支是破合巧克力 破巧克力是我蠻喜歡吃的東西 好然後呢我是覺得喔 他整體就是只有綠色跟黑色的搭配 然後你看身體跟那個大影廠一樣有一些足足 好然後後面是這樣子 我是覺得還不錯看只是覺得 我是覺得如果綠色的部分再多一點點的話 應該會看起來更清涼吧 好那我們來看最後倒數兩支是誰囉 倒數第二支也是經典的那個聯名卡通 粉紅爆頑皮爆 真的是這個臉看起來就很頑皮吧 而且他有一個兩個可愛的小耳朵 第一次有這個造型的 好然後呢我看他胸前這邊也是有點不一樣 你看比PINK 然後這邊的這個按鈕有一個P跟一個不知道是什麼圖案 後面呢後面是這個也是粉紅爆的LOGO 然後這次算有一些那個粉紅色 但是還是有一點不一樣 像這個拍大星我就覺得有點肉肉的粉紅色 好然後他是比較純正的粉紅色打開來看 然後他的桶紅是黃色的這隻也很可愛 好準備迎接我們的最後一隻囉 沒想到隱藏竟然是最後一盒開就是 登登 這個是生日熊 耶是因為我生日禮物的關係 所以給我生日熊嗎 好登登 哇黃色的 啊生日熊他的臉也好可愛喔 兩個小耳朵 他好像跟碗皮爆的耳朵有點不一樣 然後呢他這個氣管也是有那個藍色跟粉紅色 後面是這樣的後面就是有這個生日蛋糕囉 小蛋糕的圖案打開來看 登登 黃色的然後他的 瞳孔是愛心 超可愛的耶 第一次感覺 可以直接開到隱藏 真的是太好棒了 好這就是我開箱的第二代 然後呢當然是這個隱藏囉 然後還有這次的可樂跟冰川都是 啊太難得到了 好然後還有那個什麼 欸米奇米尼百分百那個也是 喔天價暫時是天價啦 好好那謝謝大家的收看喔 好越來越多魔力軍團了 下次見囉 拜拜